Hello,大家好,我是阿诚 大家有没有发现 钱越来越难赚 生意越来越难做 普通人如何抢占先机 成为最先吃肉的那批人呢?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非常多的信息 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在网上也有很多人 教人怎么赚钱 做什么项目 有的非常离谱 一个小时赚几万块 和我说的一年赚几十万 那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我之前也发过几个这样的视频 我说的都是我熟悉的 有些是真的 但是有些太离谱的 就算是真的 我们也看不懂 也轮不到我们普通人做的 我们普通人还是做点十月 一年赚个三五十万就可以了 普通人如果抢占先机呢 就是现在的生意门槛低 容易复制 我们可以多多的观察 对比 在我这里不行 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在你那里行 只有最先抢占先机 做最早的人 才有要吃 做后面的人呢 只能喝汤 要不就是大量的资金投入 所以我们要善于观察 当地的市场 行情 什么没有 什么少 我们就做 少人做的 市场要需求的 这肯定是可以赚钱的 不用说 赚钱是什么 市场需求 有市场才有生意 有生意才有钱赚 其实现在的传统生意 是可以复制的 并且门槛不高 很多地方的生意 已经成熟 做到烂大街了 但是有很多地方 地域差距 你比方说吧 像装修类的 像我这个做装修的 在我这个地方 行情不太好 但是在某些地方 行情是非常好的 有好几个粉丝跟我说 他们当地啊 做我们这行的 两三年就买房买车了 而且是全款 不是贷款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 外国人做生意呢 有一个人发现一个地段不错 然后他开了一间加油站 生意不错 以后另外一个人看到了 说那些人加油以后 要不要吃饭呢 然后他开了一个饭店 饭店生意也不错 另外一个人又看到了 说人流这么多 他吃完饭 要不要买点必需品呢 又开了一个小超市 在那里 生意还是不错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 这个加油站生意可以哦 我开一家加油站 你也开一家 开了五六家在这里 搞得大家都没生意做了 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管的 我们现在就想赚钱 哪里少人做了生意 我们先把它做起来 等我们赚到前期的资金了 别人做就做了 大不了我不做了 我转行我就做其他的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关于做生意创业赚钱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